孝花 走了嗎 孝花 怎麼樣 我們請我們的孝花天王 因為太悲了嘛 然後就冷冷 是時候了 該讓她出來了 不要一直躲在後面 趕快出來吧 讓她來動獻一些孝花 出來了吧 怎麼說到紅了 很害羞 對啊 現在還沒有那麼感覺 要講笑話很痛 都要有這個點尖的機會 不要 放心 別客人欺水 那位叫陳欣正 他的輩分上是我舊子 我們原住民都這樣子 只怪他爸爸太晚生 我要叫他爸爸為你舊公 我們公司裡面 我們又是同一家公司 我們坐電梯的 就同一個部門 然後公司後叫他阿欣 然後我叫他阿光 然後他叫我阿光 所以我們是部門裡的星光幫 好 讓我掌聲就乾淨一點 快就好 來再一次好不好 好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跟你們講個笑話 可是我每次講都是阿美族 台灣族都不能族的 他真的是在座的會 然後我下次會被台灣族的罵 對啊 好啦 我講一下就是我 我去那個 外國人獨自去台東花蓮玩的時候 你說去什麼 不關於事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還會再去 那個朋友真的是很多 反正就我們原住民 反正原住民只要保留在中央山脈 你都可以活啦 都會找到這個資格這樣子 那延伸到海岸上 那一次我就到海岸上 台東那邊去啊 然後我們有個朋友 他說是說我們滿關心他的 那我想我先問一下各位 請問一下原住民 你們知道原住民多了解嗎 原住民身上哪裡最硬 原住民身上哪裡比較硬 猜看看 頭 哪裡 好 我跟你們講啊 不要想 原住民只有肝醉病 所以才會有肝醉病 所以才會有肝醉病 不好意思 然後 沒關係 就是有一個朋友 我講的是真的喔 有一個朋友 因為他真的是面狂消瘦 然後眼睛也泛黃 我們就想說大家去看醫生 一吹他氣 他終於就身體有點不舒服 我們講一講 有時候講 心裡會有點平衡 只是不平衡 不舒服 每天心情就不好 就真的去看醫生 然後想說他去看醫生 帶他媽媽去看 因為他媽媽身體不舒服 他就跟他去看 然後那個人就這樣 就進去醫院 永遠在外面等他 結果他也不是很適自嘛 因為以前他們大概就 國小畢業 就出去上班 結果他一出來 那個醫生報告 就寫說那個什麼 就寫一個東西 他的診斷表 他一出來很開心耶 你知道醫生打什麼 醫生說肝指數異常 我們想說肝指數異常 我們真的要解釋一點 不要再做這樣子 真的是見解釋 一出來很開心 為什麼 一出來說很開心 跟我們成功 你看醫生說我肝有特異功能耶 好 然後給他繼續喝 喝到真的 我跟你講人還在花蓮 那是真的啊 好 因為我們原住民講話會 講笑話會 會有那個階段性 會有連續劇 然後拿開他媽媽去看醫生啊 他媽媽也不 他都不是知 他媽媽可能更不是知 連國語都講不好啊 他說醫生 醫生 我真的很痛耶 這樣子 你這原住民講話就這樣啊 嗯更啊 對不對 那醫生就說 你哪裡痛啊 這樣子 我這邊也痛 那邊也痛 那邊也痛 都很痛耶 真的媽這樣的表情 沒有事啊這樣 結果是什麼 他昨天去割草 割到手 手受傷 那哪裡多痛啊 所以他原來是他的手受傷啦 所以那哪裡多痛 人家以為他腿痛啊 痛這樣子 那為了安全起見 醫生拿去給他 給他檢查一下 然後就給他照X光啊 他也沒照過X光 他想說醫生 你知道去那個衛生所會怎樣 X光片照他就 直接那個燈有沒有 那個X光片就照上去 醫生說 還好啦 只是說給他 有點老化 不是不是 怎麼會這樣子 醫生這樣 醫生說 不是啊還好 可以啊 你這年紀人還瞬間啊 他說不是 我的肉口到哪裡去了 這樣 好了 變為止 下一次我們再講 對 這些笑話是 連我都沒有聽過的人 你藏不喔 因為他藏起來不講的 對 OK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唱一首 改變我們生命的 改變自己 他過去剛剛笑話所講的 都是跟喝酒有關 但是現在我們都不喝酒了 改喝場 改喝咖啡 那接下來這首歌 給我主信任來介紹一下好不好 因為他是作者 好 好 大家好 阿溪 你們可以叫我阿溪 因為阿幫趕完了嗎 這個歌呢 就是在前兩個月做的 然後呢 也是看到周邊的人發生很多事情 然後那時候 又一把吉他嘛 然後無意之間就是 應該說天賦啦 他給我一些就是音樂的旋律 然後讓我去看見一些憧憬 那這個憧憬呢 都是從我身邊的人發生的耶 所以我看到他們的憧憬之後 這個旋律就跟詩 就這樣出來 那你們待會兒在唱的時候 你們可以好好安靜你的心 來聽聽看他裡面的歌詞 是什麼 那我們就用音樂來好好的選詞 讓你們聽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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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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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